好的,另外一侧我们这个十六针呢,跟它是一模一样的帧数啊,但是方法不同,为什么?因为它是从这一面记的线,也就是说它上来的时候,先知的是反针这一行,明白了吗? 也就是我们要把反针的前十四针知好,剩下的最后两针,也就是和十针交界位置的这两针给它合在一起,然后正面的时候原样知好,也就是说合的时候,我们合的是那两针最后的反针,这大家立刻就明白了,对不对? 之前我们在这头的时候,我们当时是把那两针正一针合在一起的,对不对? 由于它是从这一面往这一头支,先支的是反针这一面,可能有的同学会说了,啊,我们为什么不在这记一线,然后呢,我们上这头来,上这头来,然后再到这边来剪呢,那你看你从描述上就不正确了 那么,如果你在这记一线的话,你如果上来就剪的话,这个位置它就会形成一个,由于被记的那根线拉扯的位置,就会形成一个宽度上不在对的地方,而且会形成一个硬疙瘩,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个位置,为什么? 因为事后它要和中间的十针的这个长条要缝合,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位置都留给最好的在这一个地方,知道了吧? 好了,我们通过了一次剪针,那么你现在由原来的十六针变成了十五针,对不对? 这时候,然后正面织完,再到反面的时候,我们依然是要给它把前边的所有针织完,最后两针反针给它合在一起织 这你就形成了第二次剪针,第三次啊,还是把正面都织完,原样织啊,不做增减,再到反面的时候 然后我们将所有的针织完,然后最后两针反针,给它一起织成一针反针 那么,这时候你也就完成了剪针的工作啊,别忘了,收针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这十三针啊 这十三针现在又跑这边来了,还是它,因为数字一样嘛 这时候你要把它松松的收平边,越松越好 至于怎样收一个多大的矿量,大家到这个部分列表里边去找到对应的那个视频教程啊 在那儿我给大家演示的非常清楚,那儿呢就是把一大堆毛线变成这点衣服的全过程 明白了吧?好了,收完了,全都完成了,就剩谁了?中间这十针 这时候我们要在十针的右边这侧啊,系上一根线,然后往返往返 纸编织这十针 正面纸正针,反面纸反针 一路向上直,直到什么地方为止呢?你看它一直都向上直 包括直到位置,还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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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向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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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 才结束呢啊,它的高度 大概是多少呢? 25厘米 这25厘米也只是我说的一个大概啊,同学们 这要完全根据你自己的手劲的松紧 以及两侧13针的那个小片 收平边的时候,它的松紧长度 而定你这个25厘米的是多还是少,明白了吗? 好 在我们制作过程当中 这十针很高了,形成了一个长条 长条的左右这个边缘部分 要与你13针收针的这个边缘部分缝合 你看啊,实际上这就是我的13针 这就是我中间的10针啊 这部分就是13针的那个边缘部分 看到了吗? 你看,我是在这缝的 使劲看,还能看出一点点痕迹来啊 这两个位置实际上是缝合期 看到了吧? 也就是,我们要强调回来啊 这13针在收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有弹性才行 你给它充分拉扯开 然后在十针长条不拉扯的情况下 注意了 一个是充分拉扯 一个是正常状态 让它充分拉扯开的这状态和正常状态的十针的边缘啊 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啊 要贴合在一起 明白了吗? 这就取决于它的松紧了 所以,25厘米因缘而异 你在一边织这十针的时候 它形成的这边缘 就要不停的不停的和13针的这个收针的位置 在比对比对比对 明白了吗? 啊,比对完了 也合适了 如果你是26厘米 那么好了 你就26厘米的时候再收针 如果你是27厘米或者28厘米都可以啊 但有的同学说了 哎呀,我怎么感觉我这个20厘米就到了吗? 它就到了呀 那是太糟糕了啊 如果你只把中间的长条直到20厘米 就已经到了这个位置的话啊 跟它一样 对比,贴合在一起了 那么你缝合这个帽子就会变得非常浅 它浅到无法包裹住整个头部 记住了吗? 也就是25厘米的长度是一个最小值 不能比它再少了 你可以24将就吧 24吧 但是千万不能低于24啊 为什么? 因为你在比对的时候 没有充分的考虑到 在10帧长条放松 13帧收针的这个边缘 充分拉扯 你没有注意这一点 如果只是直接拿过来 就能够放在一起 那么它完成之后就无法形成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啊 这种非常具有代表性很圆润的效果 就无法达到这个样子了 明白了吗? 啊,所以我们在完成了这10帧长条之后 通过非常非常巧妙的缝合 这是在表面缝合的啊 而不是在背面缝合也有翻过来 不是那种的啊 之前有很多 然后也是这类的教程 然后有些爱好者呢 教给大家的是在反面缝 然后再翻过来 它会在这形成两个道道 这样就不能有很好的表现力了 对吧? 我们要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面部 啊,这个整齐的部分 所以这一块大家一定要在表面缝合 至于用了怎样的技巧和小经验 大家要到我在下边的那个播放列表里面去找 我已经把所有的跟它相关的播放列表啊 已经给大家顺序列出来了 封面有标题 有编号 大家按照编号来跟着一起织就可以了 好了 当完成了 帽子部分织厚 还没有充分的完 下一个环节在哪呢? 当我把帽子这样翻过来 你就发现了 感觉到帽子的这一边很厚实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它是双层 还记得之前我让大家评价了两针吗? 在它的起始的位置 在织帽片的时候啊 这时候就体现出这两针的独特作用了啊 你看我们把它这样铺平开来 你会发现 哎 帽子边沿实际上和 我们筋的这边沿啊 是一条线上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是多了这两针而已 这两针之前你没缝合说它是这样的 现在呢我们把它翻过来 它就正好和这一部分啊 是平着在一条线上了 然后你看 翻过来的痕迹还在 对不对? 然后我们沿着这个两针的宽度啊 给它向内折 折完之后 通过别靠给它固定好 然后我们要细针细线 沿着这个边沿 你看 能看出来吗? 我们沿着这个边沿啊 将这两针宽度的边边 非常认真的缝合于我们这个帽子的这一侧 一定要向内折啊 同学们 缝合好之后 好了 你看 这还有一根抽绳 然后它还能动 对不对? 你看这样一拉扯的它还能动 它在动 对不对? 好 这个抽绳呢 采用的就是传统的勾针的手法 也就是我们勾针的起针的动作啊 勾的是一行小辫子针 这个小辫子针勾完之后 就会形成一个比较饱满的一根绳子 我们大概要勾之 75到85厘米之间 然后通过这个小小的孔洞 将它从这个位置穿进来 一直穿到另外一头出来之后 好了 你的这个帽子绳的部分就已经完成了 现在要祝贺你 为什么呀? 因为你已经完成了一件非常漂亮的 带有帽子的背心 因为你还没有织袖子这个部分呢啊 但是距离背心 它还有一定的距离 什么呢? 因为它还没有缝扣子 好了 下一环节给大家介绍 缝扣子的方法啊 钮扣也是非常的容易啊 再一侧我们一共是缝了五个钮扣 实际上啊 缝钮扣有很多的小知识 小窍门 中国国外啊 都非常遵循的一些传统规矩 好 我们会在下一个视频当中 教大家这些传统的规矩啊 我们会在下一个视频当中